另外一個受社會關心的案件 這是新北市一個三個過大十五櫻子 參加是喝到 染染的孤瀝粉 這個過十五個死亡 檢調整班在十方 又沾這個十五櫻子的北部 還有其他的家屬總共有八人 在今天早上 沒辦法是都用車營回去 檢訪懷疑是食材人染染 不過到底是沒中在的 或是挑過他的 要跟進一步去調查 這該破的結果的報告 最快在今天就要出來 家屬總已經開去的五櫻粉送染 發現哪含量超標三十二倍 是誰人在五櫻粉加了染 二十一號月到檢察官團團 女兒的伯母 阿公阿嬤 大白 阿嬤 阿嬤 阿公跟外媽上八人 平常時 當有親家出一處來 五櫻粉就空在客廳開放空間 檢訪懷疑是食材人參評的可能性上完 百度五櫻粉在三小櫃庭中 受到五櫻 還是家屬早餐保險金頂 可能性 八位家屬二十二號淘寸 幸好全部請回 記者總好報道